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在戈兰高地遭到炮击之后,以色列空军迅速发起大规模暴覆,空袭结束后,以色列国防部宣称,在续境内的几乎所有伊朗基地都被摧毁。 另一方面,美国空军也在不断向土耳其境内的因吉尔里克空军基地增兵,除了部署有数十架F-16和A-10战机外,还重新部署了90枚B-61战术核炸弹。 这些战术核炸弹平时由美军保管,战时在得到美军允许的情况下,土耳其空军可以使用他们。 与此同时,作为参加红场阅兵为数不多的大人物,以色列内塔尼亚湖的访额形成十分顺利,与普京举行了会晤。 会晤前就有媒体报道,内塔尼亚湖此次是争取俄罗斯支持,表明以色列的态度,不惜开战,也要将伊朗在叙利亚的势力赶走。 事实证明,内塔尼亚湖的努力,至少取得了部分成功,俄罗斯政府发表公告,坚持认为,伊朗在叙利亚日益增长的军事势力是不能接受的,俄罗斯认为伊朗不能在叙利亚建立属于伊朗自己的任何基地,这是俄罗斯的底线。 与此同时,以色列防长利伯曼也表示,俄罗斯和伊朗都支持阿萨德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享有同样的优先权。 普京不能也不会让伊朗人离开叙利亚的据点,但他似乎满足于让以色列继续轰炸他们。 但是,如果情况继续升级,普京最终必须选择一方,伊朗在叙利亚大约有8万人左右。 此外,伊朗还被认为向叙利亚南部部署了单道导弹,策划对以色列北部地区进行攻击。 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,不仅遭到以色列的不满,美国、海湾派系,甚至土耳其也对此表示不满。 如今在多方权衡之下,俄罗斯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,伊朗面临孤立。 不过,由于伊朗为阿萨德政府军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地面兵力支持,一旦伊朗被赶出叙利亚,就凭现在叙政府军的几万人,后果难料。